吕蒙杀死关于父子后,为何就突然暴毙而亡? 吴主孙权,他独断独行,公元219年,东吴主将吕蒙, 趁着蜀汉大将关于在外帅军作战之际进起东吴大军袭取荆州西部三郡, 而在外帅军作战的关于获悉此情况之后当即帅军回撤。 与此同时,关于在帅军回撤时,派出使者去责问吕蒙为何违背, 武蜀联盟定下的条约,而吕蒙则是打起了马虎眼,没做任何回应。 关于见吕蒙如此待他,十分的愤恨,但无奈恨是比人弱, 只能够同兵麾下的蜀汉兵士们退手迈城,孤手待援。 当时,离关于最近的援军是驻扎在上庸的蜀将, 刘峰和孟达尔人,关于为了能解自己被围的险要劲, 多次排出下属,前往上庸进行求援, 但是刘峰和孟达尔人却选择了按兵不动, 这就使得关于的处境越发的凶险。 关于见自己兵败已成定局,于是乎,便选择弃手迈城, 便同龄少数骑兵突围而走, 而东吴主将获悉关于突围而走的消息之后, 当即派遣东吴部将朱然,潘璋在半岛社赋, 将关于父子悉数生擒。 关于父子被生擒后,东吴主帅吕蒙曾派人来招降二人, 但是关于父子不为所动,痛骂吕蒙的为人, 吕蒙大怒之下,命下蜀将关于父子斩杀于邻居。 将临一战,东吴主帅吕蒙不仅一举夺取荆州三郡, 使得东吴国土面积大增, 实现了孙氏父子全聚长江的夙愿, 还将蜀汉第一名将关于秦沙, 令东吴气势越发地壮大。 而作为主导这场战事的吕蒙,可谓是鞠躬之尾, 而就当吴主孙权,对吕蒙予以厚赏之际, 吕蒙却突发疾病并倒了吴主孙权健壮, 当即将吕蒙接来安置在内殿进行护理, 但是仅仅过了数周, 吕蒙却突然在内殿之中暴毙而亡。 这就不禁让人发问道, 吕蒙杀死关于父子后, 为何就突然暴毙而亡呢? 他到底是因何原因而死呢? 独断独行的吕蒙赤壁之战后, 以吕蒙为首的东吴将领群, 频繁上见吴主孙权, 通过武力手段夺回荆州之地, 但是东吴第一谋是鲁肃, 却为此持反对意见。 鲁肃告诫吴主孙权, 东吴的敌人并不是刘备, 而是雄距北方之境的曹操, 如果东吴和刘备阵营进行对抗, 将会使得曹操左山观虎斗, 渔翁得利。 吴主孙权, 见鲁肃的言语有理有据, 便选择遵从鲁肃的意思, 继续和刘备同盟, 共同对抗北方之境的曹操。 后续, 刘备在夺取益州之后, 迫于各种压力, 将江夏、长沙、贵阳三郡划拨给东吴, 蜀汉则是留下南郡武林、 林林三郡, 使得东吴与蜀汉, 因为荆州之地的掌控权, 产生的分歧就此告一段落。 但是好景并不长, 鲁肃去世后, 吕蒙成为东吴的大都督, 他执掌军政大权后的旧事重提, 再一次劝戒吴主孙权, 用武力的手段夺回南郡武林、 林林三郡, 以此来全聚长江达到战略性的提升。 由于组合的鲁肃已经去世, 这就使得东吴朝堂之上没有反对之声, 使得武力夺取荆州三郡之势得以成行。 建安24年11月, 吕蒙率军白衣渡将突袭将领, 驻守江防的蜀军士兵疏于防范, 被吕蒙统领的东吴军队全部俘虏, 随后, 吕蒙一鼓作气, 连下南郡, 林林两郡, 使得荆州三郡皆落入东吴之手。 随后, 吕蒙夺取荆州三郡之后, 又强势击败关羽, 将关羽父子擒获, 对关羽父子进行了威逼利诱, 而关羽父子不从, 便被吕蒙下令处死。 而关羽父子死后不久, 吕蒙也突然暴毙而亡, 那么吕蒙的死因到底是何种原因呢? 就我认为, 吕蒙死于吴主孙权之手, 当时, 吕蒙在将关羽父子擒获后, 关羽父子是刘释放的处置问题, 本应由吴主孙权来定夺, 但是吕蒙却独断独行, 擅自做主, 将关羽父子双双处死。 吴主孙权知晓此事后, 本想要发作, 但考虑到现如今的吕蒙, 在东吴的将士和百姓的眼中, 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功勋将领, 便选择先对吕蒙先进行封赏, 以安君心和民心。 而等到这个事情, 过去了一段时间, 吕蒙却不知道何原因, 突发疾病, 卧病在床, 不久之后便死。 而之所以断定吕蒙之死, 是吴主孙权所为,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吕蒙暴毙的时间点太过蹊跷, 吕蒙暴毙的时间点刚好就在关羽父子, 双双被吕蒙处死之后, 吕蒙作为一个武将, 前一秒还生龙活虎地带兵进行打仗, 后一秒就卧兵在床, 不久之后就暴毙而亡。 这就足以说明吕蒙之死, 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病亡, 而是由吴主孙权精心策划的报复行动。 第二个原因, 吴主孙权将突发疾病的吕蒙安置在内殿之中, 进行修养, 并且命人凿通墙壁, 方便自己来探视吕蒙。 如果我们从表面上来看, 觉得吴主孙权是一个爱护下属的好君主, 但是, 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 就会发现吴主孙权这样做优点大费周折, 孙权完全可以命医者, 去往吕蒙的府中为他护理治疗, 为什么要多次一举呢? 在我认为, 孙权的用意很简单, 就是要让吕蒙在他的监视下死去, 以此来震慑东吴的诸臣。 三国制, 以蒙为南郡太守, 封禅灵侯赐钱一亿, 黄金五百斤, 蒙故此金钱, 全不许。 封爵卫下, 毁蒙即发, 全是在公安, 迎至内殿, 所以, 智乎者万方, 目封为有能欲蒙即者, 赐千金。 时有真家, 权为之惨期, 欲说尽其颜色, 又恐劳动, 长穿必沾之, 尽小能下时则喜, 故左右言笑, 不然则多戒, 也不能寐。 并中抽, 尾下设令, 群臣必赫, 后更增赌, 权自临氏, 宁道士于星辰下, 为之请命。 年四十二, 遂足于内殿。 第三个原因, 吕蒙患病之时, 吴主孙权, 曾与吕蒙有过一段对话, 吴主孙权, 对吕蒙这样说道, 子明啊, 如果您不能再为效力了, 谁可以接替您, 成为镇守江陵的将领呢? 而吕蒙则是毫无保留地说道, 朱然这位东吴将领, 胆略过人, 是一位可以镇守江域的梁将, 微臣认为他可以我的位置。 从这句话中, 我们能够看出吴主孙权, 已经开始为吕蒙的身后事做准备了。 而当时吕蒙并没有到生命垂危的地步, 吴主孙权这样言语的背后, 多少有点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这次见面后没多久, 吕蒙就在内殿中病逝了。 后事曾有人说吕蒙是死于瘟疫, 但文者认为, 吕蒙在死前的几个月里还在率军备战, 并且生龙活虎地出现在, 东吴庆祝统一荆州之地的活动之中, 而后几个月就突发疾病, 暴毙于内殿之中, 这就显然不符合常理。 因此, 文者认为, 吕蒙之死乃是吴主孙权所为, 而吴主孙权之所以杀吕蒙, 是因为吕蒙独断独行, 擅自做主, 处死关于父子, 使得东吴与蜀汉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 打破了东吴和蜀汉的同盟者关系。 创作不易, 感谢每一位朋友的支持, 不要忘记点订阅和小铃铛。